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星期日重新他將會集中消除恐怖分子 為他的國家帶來的威脅,表示將會為敘利亞危機帶來敘利亞人一直在尋求的政治解決 這場危機已經持續了四年半多時間 阿薩德在大馬時隔會見一些俄羅斯議員和其他官員 各營媒體敘利亞阿拉伯通訊社說 阿薩德總統強調消滅恐怖組織將會維護敘利亞的主權與領土完整 俄羅斯代表團成員之一議員阿力山大由先科轉述阿薩德的話表示 如果敘利亞人民需要這樣,阿薩德準備參加新的總統選舉 同時還會舉行議會選舉 俄羅斯外交部星期日表示,美國國務卿克里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電話討論了得到國際支持的政治解決敘利亞危機的前景 這個進程將會包括敘利亞當局和外國反對派 去年阿薩德再度當選,在一個七年的任期之後 這個已經是他的第三個總統任期 那次選舉當然在控制地區舉行 並且遭到反對派的抵制 阿薩德獲得到那次選舉的89%的選票 1.2.3.2 fuzzy 2.3 2.3 4.3 4.5 1.2